這邊也是我的舉行solo 基本上我就是放開躺 反正最後到處兩手了 就當作來玩了 今天帶大家來看我演出的一天 每天早上我都會去健身房 今天做的是踩樓梯機 通常我會踩一小時 踩完以後整個就是爆汗 做完有氧實在是有夠熱的 直接穿吊嘎登出 後切活力豬排定型 那因為我的健身房 他就是在一個商場裡面 所以我就直接為了省時間 直接在商場吃飯 出白飯我剋了兩碗白飯 吃完以後我要先回工作室一趟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摩托車 鑰匙孔已經非常的鬆了 所以我會綁一條鏈子在上面 以防鑰匙脫落 回到工作室之後我要先整理一下我的效果器跟吉他 因為我東西都還沒準備 所以先回工作室把氣台全部整理一下 在晚上演出前呢 我們還要再練一次團 所以現在我要去練團 背著這個大包小包 當天天氣超級無敵熱 不知道有三十五六隊友 我們練團的地方是在一個教會裡面 感謝我們足手提供手提供力 讓我們在這邊練習 今天就 那我決定我要回去餐廳 再拖兩件就這樣好死 沒有我就隨手錄 Hello everybody 嗨 來好嗎 來好 因為今天晚上的場地 沒有音箱 所以這個大盤效果器裡面 是有音箱模擬 就直接用單顆效果器 加上音箱模擬 來上場 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個方式 如果現場有音箱的話 我準備的效果器 我就不會準備音箱模擬 但是如果現場沒有音箱的話 我會準備有音箱模擬的效果器 這樣子直接 效果器進入音箱模擬以後 直接進空檯 也是可以上場 另外團之後 就直接到演出的場地 今天演出的場地 是在一個地下室 這個場地還蠻特別的 說實在話 我也是第一次來 感覺像是一個展演空間 可以乘出 做各式各樣的活動 之類的一個地方 對 還有什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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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旁邊這邊 好 好到達現場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 一定會先把我所有的器材 先setting好 set好之後就開始適應 適應的情況下 主要是 你一定要確認 你自己可以很清楚 聽到你的聲音 而且當天我又沒有使用音箱 所以我所有的聲音 都來自於監聽 必須要很確認 在監聽我可以聽到我足夠的音量 這也是使用音箱模擬 一個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當天的場地應該是可以容納 五六十個人左右吧 大約是這樣子 呃 我們大概在 兩分鐘後 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始 呃 這個場地呢 呃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那個表演動作 大概可以分成 直上直下跟左右搖擺 還有 whatever隨機擺動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直上直下擺 那我來個左右傳他一下 歌曲中間的solo 全部都是即興的 畢竟還是要一點 爵士樂的元素 雖然說我們當天做的是 比較融合R&B一點的風格 但是所有的solo 都還是個人的即興的 有得到 正解 這是怎麼接下來的 那些不刀 我來個不刀 啊 有得到 有得到 樂圍 有得到 那種大動作 呢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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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